而在台南则是发生了自重车祸 周氏女驾驶传出是入军的一位女性连长 就在这个月一号下午开车 行经台南家里不明原因失控 撞倒了路灯 女驾驶意识昏迷 救护者将人送医 经抽险发现有非常微量的酒精反应 警方解释可能抽血擦拭消毒所残留的 也要在进一步的等女连长清醒之后 做笔录 厘清周氏原因 白色叫这一路狂奔速度飞快 在把灯杆撞飞后又撞到了盆栽 车子还差点翻覆 轿车被撞到严重毁损变形 车顶呈现波浪状 车身凹陷 安全气囊爆开 车子外躺着一名女性意识昏迷 附近居民看到车子被撞成这样 吓了一大跳 这边的呢 这边的哦 肇事女驾驶战市民军官 据传她是陆军五六四旅的连长 这个月一号上午七点多 开车行进台南市加里区 加东路一处巷口 自撞路灯 撞击力道大 声音吓坏 附近居民 住人员赶到将商者 抬上担架送医救治 道运抽血发现 她有酒精反应 女连长发生 测试消毒所残留 未符合酒驾标准 警方将等她清醒后 作笔录 一一厘清肇事原因 记者杨文华 许春文坛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